中国经济大萧条 北京急速衰退 北京鬼街终于变成鬼街 以前夜幕降临的时候 鬼街热闹得根本走不动 北京市民表示 现而今的鬼街 这才不到九点 关张的关张 上板的上板 大街上的行人 好像都在空气中飘着走 曾经辉煌的饭店 习惯性的摆出一长溜 顾客等位用的塑料凳子 宽阔的上下四车道的东直门内 大街空空如也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大年初一的晚上呢 曾经誉为京城马小界的 天花板的福大 如今也门庭冷落 还煞有介事的在取暖灯下 安排了两个老头 老太太动的那是一个哆哆嗦嗦 明眼人一看就是个拖 小店的名字起得不错 春暖花开 一张白纸 旺谱出租 那明显就是自嗨 三年前 我们的新泰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现如今面朝大海 风湿主管 曾经繁华的三里屯 冷冷清清 北京市民表示 现在这北京城啊 真是金飞细笔了 对这个学生啊 北漂啊 打工人啊 年轻人的吸引力啊 大不如前了 这家店这环境位置 可谓是非常出色了 人均也就是百八十块钱 可这中午啊 真是没人 北京打工人表示 今年在北京太难找活了 好多北漂都没事做 出来一个月就干了五六天 租房吃饭都不够 今年究竟怎么了 在北京真的熬不住了 兜里的钱比脸都干净 来北京旅游的男子表示 这个是世贸天街 孩子小时候还带着来过呢 现在不知道夜晚怎么样 好多年没来了呀 感觉整个的业态这么萧条 我的天哪 感受感受 尤其前面还盖了一个 这个房子却是有点凋零了 北京餐饮实体电线状 商铺大量倒闭 北京市民林先生表示 前两天去了烫三里屯 soho 去那边看了看商铺 然后呢 也考察考察餐饮市场 哎呦不去不知道啊 一去吓一跳啊 先说说太古里啊 我是六点多到的呢 不到六点半 一直在那 溜达到晚上将近八点 几乎没有做满的店 包括二层啊 一层包括后街的那点 什么西餐 最惨的里边 可能也就有个一桌客人 有的一桌都没有 好一点的 能做上三分之一啊 也就不错了 我去的那天呢 虽然不是周末啊 但是正常的时候 就是往年 也要比这种状态好得多 再说说三里屯 soho那边 三里屯 soho地上一层临街的商铺啊 就是 挨着人行横道 挨着这个马路便道的 这个商铺 我过去第一眼就看见空了 一溜一溜 六间商铺啊 原来有什么吉姆大师 恶有什么鸭脖 什么网红的那个小蛋糕 反正就是 大概就这种类型的店吧 还有卖奶茶的 关了一溜 后来我就去了这个下沉广场 也是空出来很多商铺 我大概数了数 我去的那天 应该是有个十二三个商铺吧 都是空的啊 剩下的这些商铺 业态很集中 大家猜猜都是做什么的 就是餐饮里面的品类 大家猜猜都是哪个品类 生存能力极强的 这一定是生存能力极强的品类 第一就是面类的 什么拉面呀 小面呀就到削面呀 就这个 第二 就是粉类的呀 粉面算一类吧 第二个就是麻辣烫爱 第三就是冒菜爱 其实跟麻辣烫也差不多 大家发现没有 全是这种低消费的 人人均消费大概在多少钱呢 能吃饱了 大概在26块钱到35块钱之间 大概这么个水平 比如说要碗面 要个什么的就20多块钱 真的很便宜 我都不知道这些商户坚持着 他这租金能不能挣出来 现在北京房东的真实现状 北京当房东表示 实在是太难了 你说现在想卖房的话 不好卖 卖不出去 就是降价的话也卖不掉 那咱们卖不出去 就索性出租吧 但是没想到租金也降得狠狠 也不好租 那我们如果说住宅不好租也就罢 咱们前些年 我们很多业主买的商铺啊 写字楼啊 原来都租得好好的 那现在突然间都不租了 开始出现大量的一个空租现象 中国人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困境 一则招聘广告引爆舆论 接中国人就业苦涩现实 中国一家超市日前发布一则广告 招聘18至30岁收银员 在网上引爆舆论 中国民众纷纷借机在网上苦诉自己的遭遇 有的人年仅33岁 找工作已经找了三年 有的年仅29岁 但已被解雇了三次 这些辛酸帖子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苦涩现实 就业难 中国的经济低迷 通货紧缩和房地产危机等困境 持续打击着中国人的就业状况 引发了躺平摆烂和全职儿女等异常社会现象 这找工作不容易 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名微博用户说 该用户张贴了一张招聘18至30岁收银员的广告图片 引发了超过1.4亿次浏览和41,000条评论 其中许多评论情绪激动 大家觉得现在工作好找吗 一名网友问道 另一位微博用户说 我今年33岁 找工作已经找了三年了 我29岁了 一名微博用户写道 毕业以来 我被解雇了三次 现在即使我在简历中写上未婚 没孩子 也没有人回复我 另一名微博用户写道 以前是35岁以上 很难找工作 现在变成30岁了 与此同时 退休年龄却要延迟 那中间的那段时间去干嘛呢 这个社会病得不要太离谱 有网民说 30岁以上连超市都不要了 这则招聘广告 意味着30家原地淘汰 虽然这一锤 还没打到自己身上 但是看到这个 还是感觉好难受 很多招聘 也是三五家勿扰 还让不让人活 该网友说 35招谁惹谁了 需要原地消失 这个社会病得不要太离谱 高档连锁超市胖东来 最近的另一则招聘广告 也将30岁作为招工 最高年龄上线 恶劣的求职环境 导致35岁诅咒 在中国持续恶化 35岁诅咒最初源自社交媒体 用来形容年老员工 遭大型科技解雇的传闻 但现在这个现象已越来越普遍 许多网络寻人公告都明确规定 应聘者的年龄不得超过这个岁数 有微博用户此前曾回应35岁诅咒说 我害怕自己保不住工作 然后又要一边到处找工作 一边应付雇主的脾气 太可怕了 压力也太大了 生活也很艰难 我单身 没有足够的钱买房子 我老了 住在哪里 帖子继续说 这一生只能流浪 无处可去 还有人说 35岁对他们的职业前景来说 是一个巨大挫折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另一个人写道 35岁工作太老了 60岁退休还太年轻 3月27日 有关突然断崖式降薪了的话题 登上热搜榜 引发不少人共鸣 纷纷嘲讽稳中向好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 房地产市场崩盘 大量企业倒闭 失业率攀升 各行各业裁员或领不到薪水的情况频传 甚至公务员也报降薪潮 然而中共官方一直却高喊中国经济处于回升向好的态势 发展势头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 还一直要求媒体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禁止畅衰中国经济 今天有关突然断崖式降薪了的话题登上热搜榜 引发热议 从大家的回应中 我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 深海里会有兰波吗说 并不是断崖式 是持续是好吗 呆毛峰表示 哪有什么降薪 周围大部分都是直接裁员 YX小宇微信说 别的不知道 房地产行业是真不好过 我老公单位管理层800多人 从前年开始裁员 以前税后一W 年终奖5W 现在带岗不到2000元 亲宝德妞说 从8000降到不到2000 索性辞职不干了 板色皮卡丘说 公司断崖式垮掉 直接裁员 MD下话谢西芒说 现在也太难了吧 消费水平直线上升 薪水断崖式下降 换个昵称好男TT说 原来今年不止我降量 2024年的目标 活着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 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 RF RG3 RH2 为高利人参 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